你会说这些新闻吗? 对,我会说这些新闻 你会说这些新闻吗? 不,我会说这些新闻 大家好,我是Lilliana 在上一个视频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法语里面的直接编语人称代词的用法 如果你们还没有看这个视频的话,记得找来看哦 那这个视频主要是跟大家分享法语里面间接编语人称代词的用法 那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赶紧开始吧! 那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间接编语呢? 法语里面间接编语是当一个冻词,后面有要接一个见词 然后才能加这个名词的时候 那这个名词就叫做间接编语 那法语里面的间接编语叫做 Le Complement d'Object Indirect Indirect是间接的意思 那我们举例子来看一下什么是间接编语 比如说 Je téléphone à ma mère 我给谁打电话?给我妈妈 Je téléphone 我们说这个téléphone是téléphone 这个动词的动词变味啊 那这个téléphone后面 是不是加了这个戒词啊 后面才加了这个人称的名词啊 mameh是我的妈妈,我的母亲的意思 那这里面加了这个戒词啊 后面加这个mameh 那这个mameh就是间接编语 因为它前面需要一个戒词 那有戒词和这个动词隔开嘛 所以呢这个就叫做间接编语 那我们之前学的这个直接编语 是没有戒词哦 就是动词直接加这个名词 那这个名词就叫做直接编语 如果有戒词 然后再加上这个名词 那这个名词叫做间接编语 那我们这句话里面 je téléphone à ma mère 就是我给我的妈妈打电话 这里面ma mère就是间接编语 那我们这里面的这个 给某人打电话呢 就有一个固定用法 叫做 telephone à quelqu'un telephone à quelqu'un 一定有这个戒词啊 后面才能加人 所以这个人称名词这里面 就是作为间接编语 telephone à quelqu'un 给某人打电话 再举一个例子 je dis cette nouvelle à bolle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bolle dire quelque chose à quelqu'un 就是告诉某人某事的意思 dire quelque chose à quelqu'un 所以这个A介词后面加的 这个人称名词 就是间接编语了 那我们这句话里面 je dis cette nouvelle à bolle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bolle 那这里面的à bolle 这个就是间接编语了 那我们说这个间接编语呢 法语里面就可以用 间接编语人称代词来代替了 有一部分是跟 直接编语人称代词是一致的 我们就 用直接编语人称代词 这已经记过了 我们就不用记 那相同的部分就是 主语 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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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女的她单数 L对应的这个间接兵语人称代词呢 也是 L L对应的间接兵语人称代词都是 接下来是 复数的男的他们 L或者是女的他们L 对应的这个间接兵语人称代词呢 是 非常的简单对吧 那我们现在快速的复习 巩固这个法语里面 间接兵语人称代词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把它运用起来 我们刚刚再举例说 这个什么是间接兵语人称代词的时候 我们举了两个例子 接下来呢 我们运用这个间接兵语人称代词来代替他们 我们刚刚举的例子是 我给我的妈妈打电话 对吧 那我们说这个A 借词后面加了个妈妈就是间接兵语 因为它有借词 那就是间接兵语 那我们说妈妈是第三人称 而且是单数的L对吧 那L对应的这个间接兵语人称代词呢 就是 Lui 间接兵语人称代词和直接兵语人称代词一样 当在法语的现代词的时候呢 这个直接兵语人称代词和间接兵语人称代词 都是放在相关动词的前面 那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例子 Je téléphone à ma mère à ma mère 第三人称单数L 那对应的这个间接兵语人称代词就是Lui 那这个Lui呢 要放在相关动词的前面 动词就是telefone 那放在这个Lui就要放在这个telefone的前面 而且这个telefone要根据主语进行这个动词变味啊 我对应的就是telefone 就变成je lui téléphone je lui téléphone 我给他打电话 假设别人问你 est-ce que tu téléphone son à ma mère 你有没有经常给你妈妈的打电话啊 假设肯定的回答就是 Vie je lui téléphone son 是的 我经常给他打电话 Vie je lui téléphone son 假设你觉得 我马上用这个间接兵语人称代词来代词 感觉比较难 没关系 你就照搬他刚刚问句里面的这个人名啊 你就照搬下来 Vie je téléphone son à ma mère 你刚开始运用这个间接兵语人称代词的时候 比较难的好 那你就把它复述下来 没关系 Vie je téléphone son à ma mère 然后我们在想 我刚刚别人已经提到过 你是否给你妈妈经常打电话 刚刚别人在提问的时候 已经有提到过 就是给我妈妈 对不对 那这时候你可以就用间接兵语人称代词来代替 à ma mère 就是间接兵语 我们就用间接兵语人称 Lui来代替 就变成 Vie je lui téléphone son 是不是非常简单 那如果是否定的时候呢 法语现在时的否定句里面 如果运用到这个间接兵语人称代词呢 这个间接兵语人称代词和这个动词 是捆绑在一起的 现在时里面的否定句呢 就要放在这个呢吧的中间 就变成了什么 我们就这个例子里面 Est-ce que tu téléphone souvent à ta mère Non je ne lui téléphone pas souvent 我们说这个 Lui téléphone是捆绑在一起的 在法语里面 现在时的否定句里面 要放在呢吧的里面 其实跟直接避允语人称代词是一样的 Non je ne lui téléphone pas souvent 不我不经常给他打电话 Est-ce que tu téléphone souvent à ta mère 那刚刚我们举的这个第二个例子 来认识什么是间接兵语的时候 这个例子是 Je dis cette nouvelle à bôle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bôle了 那这个bôle呢 是有介词a 然后才加bôle 所以它是间接兵语 我们可以用间接兵语人称代词来代替 bôle呢 是第三人称 这个阳性单数对吧 就是e le 那e le对应的这个间接兵语人称代词就是lui 要放在相关动词的前面 也就是d一盒的前面 那d一盒对应的je的这个动词配位就是d 那就变成 je lui dis cette nouvelle je lui dis cette nouvelle 是的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了 假设有人问你 Est-ce que tu dis cette nouvelle à bôle est-ce que tu dis cette nouvelle à bôle 你是否把这个消息告诉bôle了 oui je lui dis cette nouvelle non je ne lui dis pas cette nouvelle 还是刚刚这个例子 je dis cette nouvelle à bôle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bôle 请问一下大家知道这个sette nouvelle 在这个句子里面做的是什么冰语吗 我们说d和gélique surre 说某个东西 我说d后面没有加任何借词对吧 直接加了这个名词 sette nouvelle 就是这个消息 那这个sette nouvelle呢 就是直接冰语 那这是我们上一个视频里面学到的 那这个sette nouvelle 是音信第三人称单数 那sette nouvelle 就用la来代替了 我们学了这个直接冰语 和间接冰语人称代词对吧 我们这时候呢 就可以把这两个结合起来 运用起来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用直接冰语人称代词 又是间接冰语人称代词 都来代替它的话呢 那这个顺序是什么呢 大家听好了 这个顺序就是 先说直接冰语 然后再说间接冰语 那这个顺序就是 m de nouveau le la lait lui le 假设有这个顺序 就是按这个一二三 这个顺序排下来 m de nouveau le la lait lui le 就是先说直接冰语 le la lait 再说间接冰语 lu le 那我们说这句里面 je dis cette nouvelle à bord 我们说这个sette nouvelle 是直接冰语 我们用la来代替 它是音信单数 我们用la来代替 这是直接冰语人称代词 那à bord呢 我们是用间接冰语人称代词lui来代替 好 那我们说这两个都是冰语代语 我们要放在相关动词前面 也就是d的前面 那我们说按照刚刚的顺序 先说直接冰语la 主语首先是我 je 然后说冰语代语 先说直接冰语人称代语 那就是la je la 然后再到间接冰语人称代语 就是lui je la lui di je la lui di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 如果是否定呢 现在时否定句里面的这个 直接冰语人称代语 间接冰语人称代语 这个动词捆绑在一起 要放在ne吧中间 就变成 non je ne la lui di 啊不 我没有跟他说 对吧 那我们先用现在时啊 我们现在时就说 你把这个消息告诉bole了吗 est que tu dis cette nouvelle àbole vi je la lui di non je ne la lui di 那其实我觉得这句话 用过去语比较符合 就说你有告诉他了吗 用符合过去语会比较好 est que tu as dit cette nouvelle àbole 我们说这个符合过去语里面 直接冰语和间接冰语人称代语 都要放在这个助动词的前面 顺势是不变的 先说直接冰语人称代语 再说间接冰语人称代语啊 那就变成 vi je la lui et 好这里面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个cette nouvelle 是阴性的 名词对吧 是直接冰语 而且呢我们用直接冰语人称代语来代替了 而且他这个直接冰语人称代语 而且前置的 所以这个d和呢 这个里面的冻语过去分词d就变成dit vi je la luetit vi je la luetit 如果是否定呢 我们说这个否定句里面符合过去语呢 只有是直接冰语人称代语和间接冰语人称代语和这个助动词放在neba的中间 这里面的直接冰语人称代语的代语是la对吧 那间接冰语人称代语是lui 我们先说la 然后再到lui 然后这个我对应的助动词是a 这三个都放在neba中间 d是d和动词的过去分词 要放在neba的外面 就变成 Je ne la lui est pas dite Est-ce que tu as dit cette nouvelle à Paul? V je la lui est dite Non je ne la lui est pas dite 好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好了 Es qu'il a donner ses livres à Pascal 他是否把这些书呢 给谁呢?给 Pascal这个人 那我们说这个doner quelque chose a quelqu'un 把某个东西给某人 那我们说这个doner quelque chose 这里面 quelque chose 这个名词 它是动词后面直接加了 所以它是一个直接兵语 那a quelqu'un 有一个介词a 后面加人民这个名词 那这里面呢就是间接兵语 好 es qu'il a donner ses livres à Bascale 他是否把这些书 就是给Bascale 那这里面se livre 就是直接兵语 而且是阳性复述 我们就用le 这个直接兵语人称代词 来代替a Bascale Bascale呢是一个阳性第三人称 对吧 我们就用lui来代替 那肯定回答就是re i le lui a donner 当有直接兵语人称代词和间接兵语人称代词的时候呢 先说直接兵语人称代词 然后再说间接兵语人称代词 然后再说间接兵语人称代词 那就变成we il le lui a donner il le lui a donner 他已经把他们给他了 we il le lui a donner 那这里面呢 同样这个doné呢 要和这个前置的这个直接兵语人称代词进行性数配合啊 这个leave呢是阳性复述 那这个doné要加上s哦 we il le lui a donner 如果是否定呢 non il le lui a donner 记得这个doné动词过去分词 放在ne吧的后面 这里面要强调一下我们上写课学到的 这个直接兵语人称代词前置的时候 而且是在法语里面的符合过去时 用awar作为注重词的时候 这个doné动词过去分词 要和这个呃 前置的这个直接兵语人称代词进行性数配合 但是大家要注意了 我要这个拍拍手 让大家醒一醒 让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是间接兵语人称代词前置了 而且是用awar作为注重词的时候呢 不需要性数配合 我在讲一遍 法语里面符合过去时 当我们用到间接兵语人称代词前置的时候 而且这个符合过去时 用的是awar作为注重词的时候呢 那动词的过去分词 不需要和这个前置的这个间接兵语进行性数配合 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 Avezvous écrit à vos parents? Avezvous écrit à vos parents? 那你是否给你的父母写信了呢? 那我们这里面呢 Ecrire和阿Galigan 就是给某人写信的意思 Avezvous écrit à vos parents? 那这个A介词 后面加Vos parents 所以这个有介词 那然后再加名词 所以这个Vos parents 就是间接兵语 而且Vos parents 是复述的 他们对吧 我们就用 leur来代替 那如果你觉得这样 直接用间接兵语人称代词来代替来回答 比较难 那你就正常的回答 答案是肯定就是 Vie j'ai écrit à mes parents 那这个à mes parents 是间接兵语 我们就可以用间接兵语人称代词来代替 用 leur 因为是他们嘛 这个间接兵语人称代词 这个 leur 就要放在这个注动词的前面 注意这里是注动词啊 因为这里是符合过去语 要放在注动词的前面 那这个注动词呢 是a 是avoir对应的这个je的这个动词 变名是a 那就变成le和a 那整个句子就是 Vie j'ai le et écrit Vie j'ai le et écrit 你看这个a écrit 是不需要和这个 这个前置的这个le进行性数配合 le它是负数对吧 那这个a écrit是不需要性数配合 不需要加s啊 这里面大家要注意一下 只有是直接兵语 在符合过去语里面前置 而且用这个avour 作为注动词的时候 才性数配合 间接兵语前置 在符合过去语上中呢 不需要性数配合 是不是非常简单 好这里面呢要讲一些特殊情况 法语里面的这个直接兵语人声代词 间接兵语人声代词 这个je 对应的这个me 还有du 对应的这个de 在命令诗里面呢 这个me 要变成moi 然后呢 de 要变成3 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 就变成b-r-s-s-e 注意了 basse moi le ballon 把这个球传给我 把这个球递给我的意思 basse moi le ballon 我们说这个le ballon 在这个句子里面呢 就作为这个直接兵语 对吧 因为我们说前面没有任何戒词嘛 那怎么用这个直接兵语人声代词 来代替呢 用le 对吧 le ballon是阳性单数 我们用e了 对应的这个直接兵语人声代词是le 那这个le要放在哪个位置呢 我们刚刚说 这个 呃 法语里面的这个直接兵语 间接兵语人声 一起出现的时候 要先说直接兵语 然后再说间接兵语 那这里面要注意一下 法语里面 肯定句里面的命令是呢 这个le la la 这个直接兵语人声代词 只要放在me de nouveau的前面 那我们说这个le ballon 我们用le来代替 那这个le就要放在这个moi的前面 就变成passe le moi passe le moi passe le moi 把它给我 passe le moi passe le moi 啊 这里面要注意一下 只有是在肯定是命令句里面呢 才是把l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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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这个me de nouveau的前面 如果是否定句的话呢 是顺序是没有改变的 如果是 间接兵语的话呢 就不需要改变顺序 比如说 donne cette photo à domper 把这个 把这个照片给你父亲的意思 donne cette photo à domper 我们说这个cette photo donne 后面直接加了这个名词 所以cette photo 它是直接兵语 那我们这个cette photo是音信 但是我们用这个l 对应的这个直接兵语人声代词是la 所以cette photo就用la来代替 a domper 那这里面有戒指a 后面加domper 是名词 那这里面就是间接兵语 用间接兵语人称代词来代替 那这个a domper domper 是阳性 呃单数第三人称啊 e了 对应的这个间接兵语人称代词就是lui 那我们说没有顺序没有改变 就先说直接兵语 再说间接兵语 就变成donne la lui donne la lui 先说直接兵语人称代词 再说间接兵语人称代词 是间接兵语人称代词吗 lui 所以是没有位置改变的donne la lui donne la lui donne la lui 把它给他的意思 再讲一个间接兵语的特殊情况 当这个动词 动词后面加这个介词 可以加人或者加物的时候呢 这里面的这个 就不能用间接兵语人称代词来代替 而只能用中毒人称代词来代替 那中毒人称代词呢 je对应的是moi tu对应的是toi je的对应的是lui l对应的还是el nu对应的是nu vous对应的是vous 男的他们 je的对应的是e 女的他们l 对应的还是ell 复数 那这个常见的一个动词叫bonse a bonse a bonse a 我们说bonse a是由想念想 对不对 考虑想 我们可以说 考虑某个东西 bonse a 也可以说bonse a 想念某人对吧 我们举一个例子 je pense à mes devoir 我在想我的作业 我在思考我的作业 je pense à mes devoir 这里面的阿 mes devoir 是介词对吧 是加了名词 那当它是加的是物体的时候 是不可以用间接兵语人称代词来代替的 不可以代替 就只能用je pense à mes devoir 但如果它是说这个人 我想念某人 比如说je pense à mesmer 我想我的妈妈了 je pense à mesmer 当后面加的是人的名称 人的这个代词名称的时候 用à mesmer 是介词然后加这个名词对吧 我们这里面正常来说 应该是可以用这个间接兵语人称代词来代替 但是我刚刚说这个bonse a 后面前面也可以加物也可以加人 所以呢不能用间接兵语人称代词来代替 而用中毒人称代词来代替 那这个中毒人称代词 l对应的还是l je pense à elle je pense à elle 再举一个例子 我想念我的同学了 je pense à mesgermesade je pense à mesgermesade 那a mesgermesade 我们说是复述 e了对吧 有男英女就把它当成复述的这个e了 那e了对应的中毒人称代词呢 是e 这里只能用中毒人称代词来代替 je pense à eux 我想念他们了 那假设是 呃 我的朋友呢 我想念我的朋友了 而且是女性朋友 je pense à mes amis 这个ami呢 是a m e e s 是女性朋友 是复述的女性朋友 那mes amis 是阴性 复述的 是l 对吧 l 那我们这个中毒人称代词呢 就是用l来代替 je pense à elle je pense à elle 我想念他们了 好 那我刚刚呢 已经把这个法语里面的这个间接兵语人称代词的这个用法 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已经跟大家分享完了 接下来呢 我会在这个屏幕上面呢 会留几道题作业 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底下把你们的答案写下来 只要我有空我都会帮你们看的 因为我刚连续录两个视频 这个是第二个视频 就上一个视频录的是直接兵语人称代词的这个运用 现在这是录第二个视频 所以声音稍微有点哑 所以这个作业呢 我就是直接打在屏幕的上方啊 好 那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一定要点赞点赞点赞 告诉我留言评论转发 让我知道这个视频对你们是有帮助的 因为你们的点赞转发留言评论关注 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如果你有什么疑问的话呢 也可以在视频底下留言告诉我 想要跟Lillian学习法语的话呢 可以扫描微信二维码 请著名学习法语就可以加Lillian的微信啦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你们的收看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A la portion Salut M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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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a